记者蔡宗献屏东报道,肯定国家公园龙坑生态保护区去年3月改财付费导览社区导览员累积社区公积金,发放当地70岁以上老人进老里金,今年中客观光减少,收入瑞减一半人照常发放,居民担忧向肯管处反应,肯管处处长流培东不改过去说法,强调人减少也是好事,生态才能事代永续经营。 负责龙坑导览的国境知南生态观光发展协会连续第二年举办发放进老金活动,今年受到旅游人数减少,病团人数增加影响,整体收入减少进半,但协会仍发给一百多名长者六百元进老里金。 根据肯管处统计,去年龙坑全年入园人数约四万五千多人次,今年截至十月底仅两万八千余人次。 协会理事长谢春明表示,当地每个解说员最多可带十五人,费用一千五百元,捐出五百元给社区当公基金,去年累积了一百多万元,今年整体观光景气不佳,加上游客选择并团找解说员,才造成收入减少。 刘培东强调,生态保护区不全以盈利为目的,俄安地区今年在完成培训第二期九名解说员训练加入,共有21名在地居民投入龙坑生态环境教育专业解说员行列。 无论获利多寡,长期经营生态保育就能让这个荆棘母长久生担生态保育及坚固在地就业相辅相成。